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像刘博士刚才所说 因为牵涉不同的种族 而且又八条人命 我们先抛开不同的种族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要当做是看不到房间里大象的人 我们马来西亚种族主义非常严重 不管是华人 马来人 印度人都一样 大家不要以为只是马来人种族主义 只是马哈迪种族主义 其实很多华人也一样是种族主义 觉得马来人懒惰 觉得马来人就是不愿意做工 只愿意好吃懒做去偷去抢 然后你可以去看这些新闻下面 他们下面都是调侃各种马来人的事情 所以我们实际一点 大家都有种族主义 所以我们不要做这个复合种族主义的人 大家就要自己管好自己 你要每天 你当你做一个决定的时候 你要问自己 你这样子做是不是有涉及到种族主义的部分 所以回到这个案件 种族主义肯定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你这个课题为什么会延伸到这么多的涟漪 这么大的风波 最主要就是华人创死马来人 如果马来人创死马来人 华人创死华人 或者是印度人创死印度人 这个案件所涉及的舆论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大 当然八条人命怎样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案件 但是大案件其实不代表大家都会去注目 会去注目的原因是因为有种族的成分在里面 就像阿迪的案件 如果是涉嫌的袭击他的人 当然现在警察一直说找不到袭击他的人 也没有证据显示有人袭击他 警察说没有 如果嫌疑的大家猜测的对象 或者是当时的事件并不是印度庙 要被拆毁的话 这个课题也不会引起轩然大波 所以完全是种族主义在作祟 所以马来西亚就是这样子 任何事情一牵扯到种族主义之上 以肤色来看 他就不是用理由 不是用优势优劣点来说明了 就像51%的课题一样 51%为什么要给马来同胞 因为种族主义 不是因为马来同胞比较会做这个生意 或者是马来同胞比较多门路 比较厉害 等等不是选嫌疑呢 所以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悲哀 所以第一点我们必须知道 肯定是有种族主义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这个课题 总检察署一定会上诉 我之前在我的直播也已经说了 因为即便他知道没有胜算 他这个样子还是要做出来 说我们会继续追讨下去 尤其是现在的政府 是非常单元的政府 里面的非无意非穆斯林的代表 还不到5% 所以他们一定要做出一点表率 来收割自己的选票 包括他成立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Adib 现在首相也高调成立一个 由部长跟前法官来引领的特委会 这些都是明知明高 要给薪水的 他成立来这么 也是要收割这些保守派的选票 告诉他们 我们做政府了 我们并没有忘记我们的出身 我们并没有忘记 我们是要为你服务的 所以这一点必须要搞清楚 好 这一点讲完了 我就进入比较深一点的法律情况了 其实如果我们抛开种族主义 不看种族主义 当这个案件是没有种族主义的 当然我知道他是有 但是我为了要跟大家分享知识 法律知识 所以我们这边就当他是没有种族主义的 那总检察署 我们知道这个案子可能胜算比较低 对于总检察署而言 他上诉的赢的机会比较低 那他还是去上诉 这一点有没有错 我告诉大家是没有错的 因为总检察署其实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 绝大多数有做上法庭的律师都会知道的 他这个惯例是什么 就是任何的案件 我们在originating court 就是第一层法庭输掉了之后 我们一定会在期限里面上诉 不管输的原因是什么原因 证据不足也好 我们做错事也好 或者是法官判错也好 法官判错当然要上诉 可是证据不足 本来是不用上诉的 但是为什么总检察署会有这个不成文的规定 不管什么理由 我们输了 我们先上诉先 其实这个决定是合理的 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不知道读友是不是很多人有上过法庭 如果你是律师 或者是你经常有去法庭 或者是之前被告过 你会知道法官下判的时候 他会有判决 就是说我的判决是什么 无罪释放 还是有罪惩罚多少 多久 什么罚款 有些法官只是宣布判决 他的理由他不会先说 他没有准备理由 或者是他的理由他没有读出来 或者是有些法官 比较敬业的法官 他判决了之后 他会简略的读出自己的理由 但是不管他有读还是没有读 他都不是这个案件完整的理由 所以他下判的时候 其实你不管作为主控方 还是作为辩方 你是不知道你输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所以总检察署就立下了这个不成文的惯例 只要我们输案件 我们一定上诉 因为你上诉是有期限的 30天之内你不上诉 你永远就不能够上诉了 所以他们先上诉了才打算 上诉了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你有上诉的案件 法官 就是现在判你输的这个法官 一定要写判词 一定要把他的判决理由写出来 因为这个判决理由要提成给高一等的法庭 来看他有没有做错 如果你没有上诉 法官是可以不用写判词的 他可以不用写 但是如果你有上诉 他就一定要写判词 所以总检察署他的惯例就是我们输了 我们上诉 然后拿到判词了 我们研究判词 我们才决定要不要打雷把雷这个上诉 所以整个procedure是这样子 所以如果我们抛开种族主义的眼光 总检察署上诉其实是没有错的 因为他上诉了 他拿到了这个判决输之后 他研究了觉得我们没有胜算 法官判的是对的 我们确实是证据不足 对方确实是无罪的 他们就会撤销这个上诉 随时都可以撤销 但是如果你不上诉 你看了判词甚至没有判词 你之后才想上诉 你就永远都不能上诉了 所以这个不成文的惯例 是有他的逻辑跟他的智慧存在的 所以在这里也分享这个看法给大家 但是像我所说了 这个很明显是一个种族主义 因为涉及肤色 也不能说种族主义 因为涉及肤色 所以他引起的关注非常大 所以总检察署要小心一点 但是总检察署做这个决定 本身是没有错误的 所以大家必须明白 交给我们的刘博士 其实这个课题 我也是没有什么好补充的 也是蛮简单的课题 嗯 那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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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